之前呢 四川队和内蒙古队分别在各自的主场拿下一场胜利 今天第三场比赛主场依旧是在四川 成为WCBA历史上的第八的攻击 也是帮助四川队在金刚关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们来看李孟的突破 再次帮助四川队拿下分数 今天开局内蒙古农信要的很低 这个球给王雪萌 再给到韩旭 充分利用这次里面的罚球线两侧总出的站位 看一看这个变化之后的战术延续 给了张如投篮的机会 因为时间不多了 很好地保护住了球权 今天李孟开局的投篮感觉和节奏并不是太好 他这一点如何和球队更好的结合 也是四川队非常 韩旭 发球之后马上到禁区一侧 街湖顶的G23的联防马上选择了结合部的投篮 出失误了 李孟全力推 转换进攻打进 好球啊 韩旭今天的防守积极度也很高 在一号位五号位行程挡拆的时候在上线 先是通过几分了 他这一点的激活对内蒙部队来说至关重要 好球啊 玉璃不集中 但是沈宜的投篮并没有奏效 转换进攻 第一位有优势 韩旭 经验作为球队的队长 也是国家队一号位上的核心 五号位的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尤其是黄思进 空间 落位有点慢 沈宜 接球之后外线出手 没有能投进 四川队现在加强对篮板球的保护 在几项技术统计上 现在四川队落后相对多一些的是篮板球 上下线的连接上 包括自己得分上 这个都很好 张文来直接抢断 还是不中 韩旭抢到前场篮板之后 二次进攻得分 绕下来拿分 四川队这一段的防守注意力不够集中 我想回到韩旭手里 但是下手慢了半步 诚心打 错位 直接反掉篮下 韩旭 高举高打 两分得手 在节奏之后啊 能够很好统结的一点就是 如何把节奏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往篮下的反掉 你看继续是 利用四五号位的配合 反掩护 挡拆下顺 这次出现了失误 然后转换回来 回防的质量又不够高 好球 完成夹击 转换进攻 没能打进 但是韩旭有篮板 二次进攻再得手 四川队连续打出了转换进攻 这个速度打得非常快 而越时到艰难的时候呢 可能对于球队的核心 对于球队的主攻点 要求就更高了 尽管三次犯规 但是今天张如开局的发挥 相当出色 上来之后攻击欲望非常强 但是今天的手感并不是太顺 小打大 在含蓄的干扰之下 这个球 发变球之后的手地手 形成换防 第一位 约如在要 但是这个球想掉进来的 比赛四川队就是针对对方的风险 一直做得很好 李梦之间转换进攻 没有机会 稳先来重新打 往下线做一个挡拆 李梦突破夺手 分叉又来到了十分 韩旭提到胡鼎 外线三分运动 准备 九号李梦 关于我们女篮在联赛当中的关注 因为联赛才是球员们的握住 好球 这边说话间李梦 希望球员千万不要有太大的问题 这一次韩旭积极补防到前面之后 刀送四十五度角位置 这一次的三分投篮 效果并不是太好 但是好在有前场篮板 李梦 我在有防 放上磕两下之后 篮板球点出来 交给韩旭 夏顺 把球打进 韩旭的父亲 此地位若策协防的球员 哪怕拼着这种身体对抗 顾锡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振奋 但其实WCBA联赛 才是真正的排养球员的握土 好球啊 那么对今天的你看 逢掩护之后 延误 李梦要球 明显李梦刚才两次进攻打成之后啊 这种进攻的坚定程度 坚决性要强很多 两码都进 不关重要 连拿分数之后 又是一次篮板球再打转换进攻 背后 但是对球员来说 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保护 这次李梦和韩旭之间破挡拆 防得非常好 打转换进攻 对双方来说 对胜利的渴望都非常强 天哪 李梦转换进攻 快速推到前场之后 又是在有人 球权的争夺都非常非常的 到了三分线 比赛一开始 这边内蒙古队出现了一次失火球 就交到李梦手上之后 快速打到前场 面对黄思静的防守 这样双方打平之后 进入到第四节 在整个上半场 十三投两中的李梦 在第三节比赛当中 接管比赛 在球队落后 最多达到十二分的 潘晨奇上场 李梦 第一位接到球权之后 走步为力了 这个球 一二位去给五二位 作演户 挡完之后 另外一侧 在绕过 突得非常坚决 这个球 我们说关键时刻呀 两支球队都拥有着重力 四川队 这一次的防守 到位率非常高 经过了三次掩护之后 换防还能够及时的补到 这个相当不容易 我们看 李月如倒在了地上 在李月如下场的一刻 全场观众也都 给予他非常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球 所有的球 三联防 加强低位的这种防守的强度 直接掉篮下 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在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优势的阶段 看看现在如何去利用好这个高度 韩旭 突到内线之后 强大打进 二加一 我们下 检查伤势的过程当中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换防出来 让小个儿突大个儿 要知道 韩旭的脚步移动 是非常出色的 宇宙无敌 大红包 告诉我们没有机会 手地手 给到李梦 陈立宇 非常努力的局 拼命要抢这个球的 李梦 稳稳的两伐 全中 在最后还有两 这球防守 杨树瑜完全把 王思维给逼住了 还剩八秒的进攻时间 李梦突破进来之后 李梦做的已经非常到位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阻挡 李梦 看一看 外线的连续三分球的命中 包括突破 罚球线上稳定的表现 第二把也中 这样双方的分差来到三分 还有22.6秒 这边四川队一直在消耗着比赛的时间 球分出来了 贾赛奇也没有选择直接攻击空玩 而是把球又交回到李梦手中 在内蒙古农信全力的铺抢当中 最终四川女篮将比赛时间耗尽 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一直将比赛的所有时间全部耗尽 庆祝总冠军的时刻 韩日大和韩旭两个人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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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触 好 那个人 好 接触